confinement本身是一个名词 就是你监观人家的地方 不一定是jail 不一定是监狱 不一定是犯法的地方 我反正就把你锁在这个房间里 不让你出去 比如说那种变态的什么什么坏人 就把你锁在一个房间里 这个就是confinement 如果是讲说confined space 什么叫confined space 什么叫confined space 就是为监禁的地方 监禁的一个区域 confined的意思 所以我要把这个介绍给你 confined的意思就是 它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有没有 密室什么逃生 不是有看过那种 柯南日本的柯南小说 有没有 柯南常常讲 哎呀密室逃生 明明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怎么这人就不见了 right confined space confined space 就是指你想象不到的 这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封闭的空间 它居然能逃出去 这个叫confined space 所以confined就是有封闭的意思 就是整个封闭起来的意思 OK confined space 好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 in confinement 这是一个习惯用语 confinement in confinement 这个人如果是in confinement的话 指的就是 它是整个被监禁起来的 OK 整个被 整个就是限制行动了 没有办法自由的 这个OK 所以叫 所以很 很形象的就是解释了 他这个冷宫啊 在禁闭之中 有没有军队里 如果你在军队里面 你犯了军法的话 你是要关禁闭的 要关起来的 OK 关禁闭的 几天不准你自由行动 什么什么 这个叫in confinement 所以confined space 你学会了confined space 是指他一个禁闭的空间 封闭的空间 in confinement 指的是这些人 是在一个禁闭的状态里面 给关起来了 OK 不一定是监狱 不一定是监狱 OK 所以我们看他这个地方讲 他把他的兵妃 这十个兵妃 哇 给我惹出丢脸的事情来 还居然跟这个叛逆的小王 有苟且 所以呢 step in confinement 给把他们关紧起来了 关禁闭 till the days of their death 反正就给你养着 养着呗 但是就关到死为止 living as widows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